男主获得了一个异常奇特的能力 只需舔一下女性手指就能成为对方的专属作技 或者更准确地说成为她的奴隶 只因在这个世界男性地位微弱 从出生开始就面临困难 而女性则天生享有魔力的恩惠 由此导致男女之间的力量对比逐渐失衡 政府为了掌控通往魔都一世界的大门 建立了拥有强大陶制力的女性特殊部队 最初我们的男主还只是一名即将毕业的普通男孩 就在成为社会中的一员之前 他还在为自己的平凡而叹息 然而转瞬间浓雾笼罩了他的周围 当他回过神来时 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魔都 这让他想起了之前在手机上看到的关于魔都的新闻 魔都是指突然出现在日本各地的弃义大门 也被俗称为连接的异空间 里面有着名为丑鬼的生物 如果不幸被传越到魔都 就需要等待魔防队的救援 然而男主刚刚反应过来 就发现自己被一只丑鬼追赶着 为了生存 他拼命往山上逃 却被死胡同挡住了去路 就在他感到绝望之时 一只长着长发的丑鬼突然出现 击退了敌人 站在丑鬼背上的是魔防队七番组的组长 这让男主感到幸运 随后组长与丑鬼展开激战 尽管丑鬼十分强大 但组长仍然勇敢地预知对抗 然而问题并未就此解决 更多的丑鬼出现在附近 组长金香立即带着男主准备逃跑 这时男主建许了其他魔防成员的战斗能力 他们是专业的战斗部队 正如传闻所述实力非凡 然而他们发现了另一名遇难者 为了拯救他 金香不得不适用他的领域能力 虽然结界暂时抵挡了丑鬼的攻击 但不是长久之际 金香意识到自己一个人可以脱困 但现在有两名遇难者 在这个关键时刻 金香想起自己的陶制力还未使用在男人身上 于是他决定试一试 解释了自己的能力 陶制力可以唤醒奴隶的生命力量 并操控他们 但主任必须给予奴隶一定的奖赏 男主舔了金香的手指 立刻获得了超反的力量 从普通人类变身为强大的魔兽 他的全方位能力都得到了提升 一下子就能消灭眼前的仇轨 金香也没有想到效果会如此好 现在看来突围包围圈并非没有可能 男主在仇轨中显得格外耀眼 一拳一个仇轨 跳跃能力超群 即使敌人合并成了一体 也无法阻挡他的力量 即便是合体后的仇轨 也能一击秒杀 那个男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战后男主解除了刚才的魔兽形态 看着男主刚才的表现 金香似乎很满足 于是吩咐手下先回基地 自己有话要对这家伙说 没错 接下来就是奖励时间 是使用能力的代价 自己作为主人有义务 在努力完成任务后给予奖励 且奖励内容由对方锁定 这个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后了大半辈子 自己的初吻居然是在魔都领完成的 而事后对方并没有因为 初吻被夺而生气 如果是你的话 就能够将我的能力发挥至上限 接下李总组长的位置又进了一步 随后便想邀请男主加入魔防队 面对这种求情 男主一开始其实是想拒绝的 但想起品庸的自己 他就想要去改变 就这样 在金香的带领下 他来到了魔防队的棋分组 并担任管理员工作 当然战斗的时候 还是会成为金香的奴隶 平时就是宿舍管理员 显然这和男主想象中的不一样 这下不仅没有成为魔防队员 反而成为了保姆 甚至还无缘无故多了三个上司 男主肠子都算是会亲恶 就这样 在加入魔防队一段时间后 男主已经逐渐试验了这领环境 这天他在打扫门口时 突然被蹦出来的丑鬼袭击 好在基地周围已经不追好了结界 没想到离宿舍这么近的地方 也会出现丑鬼 身后的小宁随即解释说 第七组位于魔都的灵鬼门 所以宿舍出现丑鬼的几率 要比别的阻高 眼看男主还是没听 对方又耐心地解释了 魔都的具体构造 这里的面积差不多和东京一样 魔都被区分为八个方位 每个地方都分配有 负责守卫的魔防队 因为似不太吉利 所以没说 虽然话是怎么说 但放任这些丑鬼真的不要紧了 这种程度的丑鬼根本造成不了危险 所以就算不管它也没什么问题 但也就在这时 二人身后突然响起了机枪声 眼前的丑鬼瞬间就化成了灰 回头望去 发现竟是万灵小姐 对方正是来叫男主回去做饭的 而在听到自己做的饭很好之后 男主内心也是得到了满足 保持这个势头 所有的家务活就都交给你来处理吧 男主这才想起自己加入魔防队的目的 于是便试探性地询问金香 当初不是说好会协助你去救他人吗 怎么现在 家政倒是变成了自己的主要工作 而对方给出的理由 则是必要是才会用 你在那之前 你只需要专注家务 虽然男主还想再争取一下 但在看到万灵的刀后 便默默放弃了这个念头 事后男主在打扫浴室时 不小心看到了不该干的东西 而这一幕正好也被珠珠发现 对方不仅拍下了男主偷看的照片 甚至还扬言说要去告诉组招 这下好了又多了一个主人 男主本来是想等对方放松警惕时 拿到手机删掉照片 却不曾想投机不成18米 对方又借次调戏了男主一番 管理员先生真是单纯又有趣 给我的感觉都不像是男生一样 要说的话更像是有趣的小宠物 说完便想让男主整理一下这个房间 眼看的事情好像有点不太好 男主便想直接找到金箱坦白 反正也只是意外 应该不会太严重 等等他找到金箱时 却发现对方正在和万灵 进行体谅人的训练 让男主看的有点入迷 但也就在这时 场外突然出现了一只丑鬼 金箱二话没说直接就冲了上去 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敌人 这一幕让男主看的有些慌 心灵瞬间就打了腿堂鼓 就在思考如何坦白时 神后的小宠突然出现 并告诉男主 今天他和金箱以及万灵 有会议需要参加 所以今天还请你和猪猪看家 就这样 男主再次获得了与猪猪独处的时间 现在宿舍里只有他们二人 觉得无聊的猪猪叫上男主 来玩对战游戏 男主对自己的游戏水平很有自信 但猪猪加了一点点惩罚规则 输的一方要脱一件衣服 作为奴隶的男主不能拒绝 男主没想到 自己在游戏中的水平不如预期 输的只剩下了一条裤子 他不愿意脱下来 并试图让猪猪感到一点危机感 但这反而引起了猪猪的嘲笑 接着猪猪的身体突然变大 男主意识到他并非普通女性 而是有特殊能力的存在 突然宿舍外传来战动 他们发现巨型仇鬼在袭击 尽管金香不在 但猪猪轻松解决了仇鬼 然后他让男主等候 自己离开去处理事情 猪猪从陶纳岭获得力量 变得巨大化 在战斗中轻松击败的巨型仇鬼 然而 他们没有注意到身后有另一个敌人 而且敌人还在不停的变大 情况变得非常糟糕 男主想到之前变身的方式 决定尝试舔猪猪的遗物 他舔了金香的贴身遗物 身体果然发生了变化 尽管只是半调形态 但力量没有减弱 他一击击碎了巨型仇鬼 然而这也消耗了他全部的力量 事件结束后 猪猪对男主有了不同的看法 金香一行人回来后 对男主进行了强制变身的按摩 并批评了猪猪的亲敌行为 他们被惩罚一起做家务活 等三人离开后 猪猪的本性又开始暴露了 这个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每次与女主激战后 都会得到丰厚的奖励 这归功于他的能力 但这种强制性的被动奖励 让他渐渐渴望起了 这种变态的被虐待行为 就在不久之前 他们在巡逻时 发现了大量的丑鬼 聚集在撞击坑的地形 这种现象以前从未出现过 而且丑鬼似乎毫不打算离开 金香立即决定组员们 出击歼灭 男主听到命令 兴奋不已 毕竟想要成为英雄 并得到奖励 就必须采取行动 很快 他们来到了 丑鬼聚集的地形 猪猪率先 变身成奥特曼 一拳就击倒了一堆小丑鬼 而万灵则在一旁 发起突击 这是为了让他们完成合体 以节省主意击败的时间 预警丑鬼的攻击方式 非常单一 只需等待他们合体 膨胀到最大时再出手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激光 从他们身后掠过 幸好猪猪及时做出了反应 否则就会被秒杀 然后一根脚的筹柜 缓缓出现在他们身后 他们都震惊了 原来这只筹柜 就是杀害了男主家人的凶手 当时被模仿队全灭了 他其中一根脚 却独自逃回了魔都 这使他永远无法原谅的仇敌 镜头一转 一根脚向万灵 发起了进攻 他本想用加特林阻止 但对方竟然卷缩成一团来抵挡 等烟雾散去后 一根脚背后出现了一名白毛少女 这让他感到十分惊讶 他没想到怪物竟然能说话 对于怪物这个称谓 他也很是愤怒 当即吐出一道激光 万灵只好化身为一块盾牌抵挡 但对方的力量太过强大 看着战队已经失去战斗力 女主愤怒不已 质问对方的身份 然而对方毫不在意 神称自己是模仿队的敌人 接着他询问女主 是否认识自己的弟弟 神称他是世界上最英俊的男人 女主感到困惑 但对方却突然出现在他身边 男主试图反击 但很快就被击飞了出去 他一边鞭打 一边对自己的弟弟 大家称赞 然而就在他准备 说出弟弟的名字时 身后的仇轨已经顺利完成了合体 男主有种不祥的预感 女主对对方的唠叨 感到厌烦 不愿听他继续说下去 于是再次发起进攻 然而却没有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 面对对方的连体形态 白毛选择用攻击将他们分散开来 趁着女主离开的空气 他一把抓住了男主 让他回想起对方刚才的行为 心中感到一阵凄凉 但下一刻一切都改变了 本来可以进行姐弟相认的时刻 却被女主打断了 看到自己受伤 白毛立即选择了暂时性的撤退 然而此刻的女主 已经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刚想命令男主去追击 却转头看到男主正在救助他的队员 直到这时 他才清醒过来 差点因为仇恨而失去了自己最重要的队员 将队员安顿好后 女主又强制性的对男主实施各种奖励 但由于内容故意激烈 就不在这里想起展示了 受虐待奖励结束后 男主开始感到心神不宁 从刚才和白毛的对视中 他察觉到了姐姐的身影 而另一方面 受伤回到大部队的白毛 也被队员通过舔伤口之欲 但他对弟弟为何变成那样非常好奇 到底是模仿队的实验 还是女人自身的能力造成的 他并不清楚 今天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 这里有更多精彩内容 也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不见不散